如果在发生战争时拒绝参战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为何战争与每个公民密切相关 就五国二业一旦国家发生战争 首当其冲走上战场的肯定就是解放军三军将士 其次是同样作为国家武装力量 重要组成部分的武装警察部队 当然像警察特别是特警等准军事力量 在必要时也会被真调作战 对于这一些人来说保驾卫国不仅是使命 更是本身就必须履行的职责 如果拒绝参战就意味着是逃兵 而战时如何对待逃兵则无需多言 完全按照军法从事 另外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则分别是解放军和国防力量的组成部分 二者都是大战时进行国防动员的首批对象 前者是可直接转为现役部队 后者则作为战时重要的后备力量使用 名字在被动员征召也应该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像民兵毕竟与预备役不同 没有军职身份 更加类似于特殊一些的人民群众 拒绝参战被认定违法 可能有点让人不理解 为何民兵甚至普通群众不参战也属于违法 因为除了解放军无警等现役军人外 在战时非现役人员也可能会被征召参战 如果拒绝将触犯战时逃避征召罪 根据刑法第376条规定 战时拒绝和逃避征召服役以及军事训练都会触犯此挑 并且这条规定并不只针对民兵和预备役 而是对包括普通人民群众在内的全体公民都有效力 只不过前两者由于在平时接受过军事训练能够更好地投入战斗准备 所以更容易成为首批征召的对象而已 但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在战时一定不会被征召 而且无论是以上何种身份 一旦拒绝或逃避都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那非现役人员战时拒绝逃避征召会接受怎样的处罚 根据刑法第376条的规定 针对普通公民在战时拒绝或者逃避服役和征召 并且情节严重的会被判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驱逸 而欲为一人原则处罚更加严厉 相同情况会被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驱逸 并且拒绝军事训练也同样会被处罚 不过这样的处罚肯定会让很多人不理解 并且打仗是军人的事情 这一观点会让很多人认为战争与自己无关 但这样的想法却是大错特错的 为什么发生战争时普通人也必须参战 除了单纯的法律规定外 背后还有什么生存的逻辑吗 刑法对于战事拒绝和逃避征召的处罚 法律依据是来源于宪法有关兵役管理的规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依法复兵役是每个公民都应尽的光荣义务 因此无论种族职业和家庭出身 以及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的不同 都有依法复兵役的义务 但是依法复兵役并不只是平时 在战时也应该接受征召复兵役 而宪法之所以规定了这样的义务 是因为宪法同样也赋予了每一个公民 各项平等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 以及依法保护每个公民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 所以对等的每个公民也都理应有对等伏兵役的义务 为什么平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伏兵役 战时去有可能征召普通人呢 由于我国人口基础大 常被武装力量相比总人口仍属于少数 因此自然法律规定达到相应年龄的公民 都有依法伏兵役的义务 但实际上在我国伏兵役是需要经过严格筛选的 实际情况是并不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去伏兵役 也就会让人误以为不是人人都有伏兵役的义务 但实际上保家为国依法伏兵役不仅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责任 战时国家有危难 竟然肯定是第一批走上战场的 但是一定要有后备力量 而每个可能被征召的公民 就是整个国家存亡的后备力量 那如果每个人都畏惧战争去不参战 会产生怎么样的恶劣后果呢 当战争和危机来临时 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人的天然职责 保家一定选卫国 而卫国就是保家 表面上看一时逃避战兆 哪怕接受刑法也不参战 的确可能避免了在战场上的伤亡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 一旦国家灭亡 政权被敌对势力掌握 全国人民都将成为亡国奴河二人公民 那样的自卫抗战时 我们的先北已经在日寇的铁蹄下尝试过了 所以当时全国人民前赴后期付出巨大牺牲 要赢得抗日战争胜利 因此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战争来临时 勇于承担兵役责任 这才会让我们能够形成全民皆兵 不惧强敌的能力